你来看看这一张图 1 2 3 4 5 6 这里面只有一个是真的普丁 其他五个人都是替身 大家今天要问 普丁还活着吗 为什么这么讲 今天甚至连他的告别式 还说普丁的水晶官都已经准备好了 而且传得沸沸扬扬 都别吵 盲眼龙婆早在25年前过世的时候 已经为普丁化压了生死大县了吗 而且快到了 他说普丁明年会被自己暗杀 龙婆会再准一次吗 还是说龙婆的惊悚预言 已经提前应验了 每次到了年底 大家都会对于这个 以示的预言师龙婆 预言明年掀起热烈的讨论 那么龙婆他对于明年 有做出以下几个预测 第一个就说普丁会遭暗杀 然后第二个就是 欧洲有恐怖攻击增加 或者是会有天灾 或者可能就是有东方势力的崛起 网路攻击的增加 科技革命 医学突破等等 那么我刚念的这几个 其中最热烈议前热烈讨论的 当然就是普丁会被暗杀 就这么巧的时间点突然就传出 这个由前克林姆林宫呆过的一位秘密人士 所组成的社群网站 他就说我告诉你啊 你知道这一两天5号6号 我们克林姆林宫内部所有领导高层都到了 包括前总统 包括国家安全秘书长 全部都到了 因为普丁已经走了 普丁不但走了 他们要悼念他 要全部聚在一起 还有盛大的晚宴 普丁走了 那普丁到底身体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这个传言谣言 也不是空穴来风 大家还记得吗 上个月不是传出普丁 因为心脏骤停 然后抢救 后来抢救完毕 救回一命 在他的秘密别墅里休养 但现在我刚所说的 前克林姆林宫的这样的一个待过的人 他所组的社群发言说 没有抢救回来 所以当时就走了 走了之后呢 那因为是在秘密别墅 就直接 他的遗体就在秘密别墅 目前都还冷冻着 然后就会如主持人刚所说的 要装到水晶关 然后在5号6号 不就这一两天吗 然后在克林姆林宫 由所有这些高层来悼念他 举行晚宴等等 那其实很多这样的一个疑惑 你只要美国CIA出来讲一下话 不然你英国军群六处出来讲一下话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 那就是谣言 还是是真有其事 可是没有人讲话 就更觉得这个消息怪怪的 这个时候呢 有人就说 其实不管是真是假 但有一件事是真的 就代表说 你克林姆林的内斗早就已经爆发 已经有人想要挑战普丁的领导 好 这里面还有一件事情怪怪的 我讲给观众朋友听 你觉得呢 你知道卢卡申科谁 就百俄罗斯的总统 普丁最好的办法兄弟 铁杆兄弟嘛 当初普丁说要打乌克兰的时候 他是直接跟普丁站在一边 就说打打打打到底 可是呢 现在突然就在前一两天 卢卡申科一改之前 他对于俄乌战争的态度 他突然说 没有 我对于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 我一直都觉得应该是要和平 我是和平的缔造者 他是不是有得到什么消息 知道他的老大哥可能 不管是已经走了 还是说已经被政变 那你怎么转性了呢 你前一阵子你还准战派 现在居然高唱和平凯歌 所以我才讲嘛 你要嘛就是 是不是普丁已经走掉了 或者是被推翻政变给推翻掉了 所以他的这个整个 对于乌克兰的立场 完全有180度的大转变 中博我问你 说到了普丁 很多人对他的 最近一次公开的印象在哪里 就是他到北京 北京的一带一路的峰会 他有出席 还跟习近平私下 他们讨论了很深入 国际局势交流 国际新闻你都看见报道了 但问题是 他后来 如果他死了 他回莫斯科 莫斯科也 三天两头就由普丁 公开走访的行程啊 这就是牵扯到 刚刚主持人一开始公布的那张图啊 七个普丁 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我坦白讲 我一个都看不出来 我甚至会回答主持人 那七个都不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我只相信眼见为平 所以你今天有见过普丁 面对面近距离的 那也只有习近平啊 那抱歉 习近平不会告诉你啊 我先来讲 这个一下又说他走了 一下又说他活了 一下又说他抢救回来 一下又说没有 那我们就来看他之前的行程嘛 大家一起来看嘛 也许你们可以看看 有没有什么端倪 10月27号他前往 克罗料夫 去跟谁见面 一群年轻的航太集团火箭科学家 你看哦 他在那边跟他们进去见面 而且还坐在那 我一点都看不出他有什么心脏问题啊 他看起来很健康啊 假话啃强有力啊 但问题是他是不是真的啊 年轻人也不知道啊 我坦白讲 到底有谁能够进去观察普丁 的是真是假呢 好 再来 有时候我觉得小孩子 同言同语 或者说有人说小孩子 常常可以看到大人看不到东西 对不对 你看哦 他现在去造访一群老百姓 突然这小孩子 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对着普丁说 你真的是普丁吗 他为什么会问这句话 所以我常讲嘛 小孩子有时候他的体质 体质不一样 他可以看到我们 平常我们看不懂的 或看不出来的吗 那重点是 普丁怎么回应 普丁说现在我是 什么叫现在我是啊 所以10月27号那不是吗 还是说你去见习近平的时候 你不是 我不知道 这句话什么叫现在我是 还有 没有 如果小孩子 姑且不论是不是 他能够看到我们 看不懂的 而是说小孩子 小孩子都觉得 你到底是真是假 你到底俄罗斯总统 怎么会在你国内的 舆论与气氛室 很多人都怀疑你真假 还有一种可能 大家有想过吗 以普丁的老谋生算 有没有可能 他就是发现 现在大家 克里姆林宫 都在内斗 都说我老了 我干脆故意释放我的 资讯来测试你们这些人 谁还效忠于我 谁已经怀有恶心 谁 就是我指的是 另外一个族群 叫老百姓 谁来支持我普丁 继续干这个总统 怎么在今天传出了 普丁 生死门 搞不清楚 他到底还活着吗 这个就是两个领导人 叠对叠 你看啊 一个明一个暗 我们看到泽伦斯基 根本是明着走到哈尔科夫 去献身给大家 可是这个俄罗斯 现在我们大家传出的是 基辅 怀疑这个到底 乌克兰里面都知道 基辅里面总统是在的 可是你对方俄罗斯总统在吗 普丁现在因为传出了 好几种传闻 包括英国几个报纸 小报都有提到说 普丁的生死成名 事实上在英国MI6的情报单位 就透露了 普丁很可能现在出现在画面上 都是假的 他替身 都是假的 不对啊 你看看 这5月27号 我们当天还讲过这个事情 他说盖个毯子 怕冷啊 当天气温不到零下 不到摄氏10度 其实对俄罗斯人来讲 根本不算太冷啊 他以前零下20度 还打赤膊游泳 这个很雍丁 根本是一个很厉害的大叔啊 对 居然还要盖毛毯 奇怪 所以有人就怀疑 他走路的姿势也不太对 甚至以前开会的状况都不太好 这些画面预露的 很可能都是替身 所以如果说是替身来讲 其实普丁他自己就讲了 普丁他说 我有替身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以前就曾经有 20年前 在整个曾经跟其他单位 在作战的时候 包括说像他以前 就采用几个方案 用替身 在他最危险 或者是次要场合去出现 避免了遭到暗杀 所以其实他自己就讲了 普丁说 我有5度遭到暗杀 但都惊险度过 从今年开始 2022年 他就几次就有出现 有人要暗杀他最后被抓到的情况 所以其实他虚虚实实 真真假假 普丁跟外界在抓迷藏 他到底是生是死 现在还是很大的问题 普丁送习近平上车的这一幕 从习近平口中吐出的短短几个字 为什么让西方世界不寒而栗呢 而当习近平以恶物战争的调停人自诩 普丁当然也给足了面子 他说愿意和谈 但这一场没有和平的和谈 找被乌克兰打下去软脚的会是普丁啊 爆新闻就是一个报纸 每天都有爆爆爆 今天最大爆点就是 英国居然出手了 是 他为了打破中俄和平的假象 他要用灰色边缘的核武器攻击俄罗斯 要动用灰色边缘的核武 对 好 我们等一下跟大家慢慢讲 第一个 这张照片 让西方世界确实是为之心惊胆战 为什么 习近平离开莫斯科 普丁送他上车 上车的时候习近平给普丁讲最后一句话 百年来常未发生的改变正在进行 我们正在驱使这项改变 他在说什么啊 一百年的改变 是现在进行的 是由我们两个来驱使他发生改变的 习近平跟普丁讲全世界要改变了 我们两个来改变 这个普丁回应说 我同意 所以感觉上他是老大 老大跟普丁说我们正在驱动这项百年变革 我告诉你 英国每日邮报用了四个字 各位去看 不寒而栗 怎么解读呢 就是说他这句话 让西方世界不寒而栗 而且历史真的开了我们一个大玩笑 各位 我要跟你讲 习近平到莫斯科去 接风宴 在多面听 就这个多面听 是 习别彦也是在这个多面听 对 历史真的开个大玩笑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这个多面听呢 这一次习近平有一点 军临天下 去帮普丁 小老弟的忙的感觉 1949年6月 12月6号 毛泽东去莫斯科 是 见了谁 史达林 也是在多面听 对 我告诉你那是毛泽东尤才第一次出国 是 第一次到俄罗斯 他满心的怨恨跟不满 你知道为什么 他给史达林说我要去 史达林说你不要来 他说史达林我要去 你不要来 拒绝他两次 这次去 一去 12月6号去坐火车 一到了莫斯科 一开门一看 接见的是二级官员 然后在那边等了六天 对 六天后 见不到史达林 见不到史达林 对 六天后才见到史达林 生日宴会见了之后 你知道谈 这个他需要你帮忙 你知道谈了几周 谈了六周 他去要钱要资源 求了六个星期 六周 英国的媒体说 不可能谈六周 毛泽东在俄罗斯被绑架了 被绑架 软禁了 好 最后谈成 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居然史达林说 给你三亿美金 三亿美金很多 很多 第一个条件 你这三亿美金 不能买别的东西 全部要买我的武器 是 我给你三亿 对 你全部要买我的东西 这第一个 对 第二个 我们要合作在你 大陆开设矿产公司 我要挖你的矿 对 第三个 你的港口 跟你的军事基地 要由我来控制 毛泽东都得欣然接受 都接受 你真是小老弟 对 那时候毛泽东是小老弟 史达林高高在上 就在多面厅 现在 多面的面向变了 习近平变老大 史达林变小老弟 所以你看看 今天看到他们走在多面厅 真是感触良深 好 那这次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习近平 弄了一个俄乌和平协议 给这个普丁 我问你 考你 普丁接不接受 接受 接受 是 普丁讲了一句话 他说什么 他说 这个和平协议 不接受的 是美国跟西方世界 第四轮谈判 马上登场 我们要问 什么时候战争可以结束 我们今天就告诉你 由普丁的健康来决定 为什么情报单位 不约而同 注意到他的脸 越来越肿 他是怎么了吗 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 是前战地记者 对国际关系 长期关注 独到观点的 余家璋 也要为大家 深入剖析 今天是从先带我们来看到 强人普丁怎么了 怎么会 情报单位同时 注意到他的健康 时间不在他这边了吗 没错 事实上这一次 普丁发动战争 很多人都说 他是个不治的决定 那人家说为什么他会做 过去普丁都给人家说 精明能干 判断非常准 那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 有人说他失智了 有人说他理矮了 有人说他就是痴呆老人 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先来看 你看这是现在最近起 他被拍到的这个画面 俊昌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是他现在 这是他过去 你看他过去的眼神 还有过去的表情 完全都不一样 差太多了吧 对 这个是男一的体魄跟眼神 这个是男一的爸爸 没错 就老了非常多 你看从过去一段时间 到现在为止 人家说他现在什么 脸色苍白 而且脸部浮肿 然后脖子变粗 那很明显对不对 人家就说他可能 因为长期服用 类固醇的药物所致 就是那个 Moon face跑出来了 那为什么他要服用 这个类固醇 有人就说他可能理什么 癌症 要么就是帕金斯症 要么就是失智 这些就需要长期服用 这个类固醇 所以导致说 他真的有一点点 好像因为吃药 生病的关系导致他这一次的误判 是真的吗 因为吃药导致于生理 影响他的心理素质 这个是KGB出身的情报干员 他应该是冷静 专注而且专业的 当时的这几个条件 现在都不复见了 对 我们现在看这个画面 你看这个画面是什么 他最近出来讲话的时候 就这样 你们有注意到 他的眼神一直飘来飘去 对 看起来就是很慌张 他不知所以然的 这个样的感觉 另外一个是什么 他最近一段时间 你没有注意到 他在开记者会的时候 他是一直在那边敲指尖 就像我问你 你什么时候会这样敲 焦虑 对 你就不知道 他怎么回应的时候 反应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非常的紧张 这样一个情形 你那时候 你根本就是完全不耐反 完全不一样的状况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 你看他最近暴怒 暴怒之后 他把这个情报投资 这个包了两个将领 就给他软禁起来了 甚至他最近还有什么 他抗拒 因为我们人生病之后 都会抗拒跟别人接触 所以他最近你看 跟马克宏隔了一个 四公尺的这个长桌 甚至跟他所有的国防部长 在开会的时候 甚至跟他们这个所有俄罗斯 高官在开会的时候 都要隔非常远的距离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从这些 从这些蛛丝马基都证明说 普丁他真的身体是出了问题 难道是因为身体问题 导致他这次出了这个 令人觉得非常遗憾的决定 普丁会不会被逼上了偏锋 然后按下那个核按钮 就像他的外长说的 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是核战 谁该紧张 俄罗斯的副外长 今天公开讲 说如果北约再这样子 军武下去 就是军援乌克兰 将会带来不可预料的毁灭后果 这很恐怖的恐吓语言 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是核战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告诉你 你以为是不可能的 各位观众我跟你讲 普丁的作为完全超乎我的想象之外 他在打乌克兰的过程之中 昨天发生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第一件事情 他跑去北约 这个北欧那边挑战 他宣布 昨天宣布 在巴伦之海 进行核潜艇的大规模核军演 你现在在打乌克兰 你还在核军演 然后四艘军机飞进瑞典的领空 差点引起战争 然后针对日本总是没事吧 他的直升机飞进日本的领空 也差点引起战火 然后普丁把他最厉害的白洋飞弹 放到了西伯利亚森林里面去 他左右开弓 左右开弓 好 我们在左右开弓之间 我们先回到我们的中心战场 就是乌俄战场 乌俄战场出现了一个 让人心痛的剧烈转变 乌克兰承认第一所重要城市 完全落入俄罗斯之手 开战七天 他第一个承认 这个城市被拿下了 这是很大的城市 叫做赫尔松 赫尔松跟奥德萨 跟马力波 这三个是他南方最大的城市 整个这是黑海明珠 这个控制了亚瑟海 这是克里米亚半岛 禁出乌克兰的走廊 三个一起被遭遇到激烈打击 现在黑海明珠 已经没有小孩跟女人了 全部是男人 全部都是男人 他们在干什么 堆沙包 看到没有 这是海边 海边堆沙包 整个奥德萨 已经全员动员 要打算阻止奥德萨的沦陷 而且普丁昨天居然突然宣布 他要在巴伦之海 举行北方舰队核潜艇的核子演习 这个动作要怎么解读呢 就是他要两个目的 各位一定要讲清楚 巴伦之海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北方舰队的大本营 是 俄罗斯的所有船舰要进出欧洲 都要走巴伦之海 那巴伦之海的目的 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 芬兰跟瑞典 为什么这两个国家 因为这两个国家 是中立国 是不结盟的军事国 但是他们两个最近突然间 开始跟北约靠近 要放弃不独立 不要忘记 芬兰 他以前是俄罗斯的小老弟 当年芬兰跟俄罗斯 发生过大战的 那时候1939年 死伤无数的 好 芬兰现在居然突然宣布 我放弃中立 我放弃不结盟 我第一个 五万人联署 要公投要加入北约 哇 普丁说你敢加入 我就把你打了 今天他入侵乌克兰 是要劣劫北约 阻止北约的扩张 结果反而逆势造成了 芬兰跟瑞典 靠向北约 孰可忍 孰不可忍 不但靠向北约 他们要公投 要不要加入北约 是 而且芬兰居然 弄了15万支步枪 15000枚反坦克武器 送给乌克兰 那普丁怎么能接受 那普丁完全不能接受 所以第一个 他要在这里举行 核潜舰 北方舰 昨天才宣布 我在演习 第二个 四艘军机 两艘苏凯27 两艘苏凯24 四艘飞越瑞典的领空 飞越瑞典领空 是领空 不是什么航空识别区 你想在这里开战吗 结果瑞典的 持久战斗机 啪 它就起来了 起来以后驱逐 结果差一点点插枪走火 你在那边飞越瑞典领空 你在那边第三个 你知道他这边弄核眼旗 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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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他威胁谁 这些 所有的北约会员国 我这核弹一打来 你试试看 我告诉你 而且它飞机 为什么在那边飞夜 我跟大家讲 1986年发生了 巴伦之海手术刀事件 这是什么事情 好 这是个就是 也是俄罗斯军舰 在巴伦之海演习 对 演习以后 挪威也在北约 派了侦察机 跑去看 还也丢浮标下去 俄罗斯军舰火大了 结果拍案一下 这个派出了苏凯尔7出来了 这个苏凯尔7这个飞行员 是俄罗斯 最不听话的一个飞行员 挪威最讨厌的飞行员 你知道有一次 说挪威有个 这个间谍船靠近俄罗斯 是 他上空 上面告诉他 你只能侦察 驱赶 你不能攻击 他问他要攻击 上空说你不能攻击 他好 不能攻击 他第一飞 飞过挪威的船 飞到挪威上面的时候 把油箱打开 把油撒上去 然后飞跑 哇 杀泡尿就走了 整个挪威的船员 全部都被油 汽油淋到 哇 太挑衅了 这次又派他去 他想说 你跟踪我的演习舰队 还丢浮标 就上面说 你不能动他 你只能去驱赶他 结果他一过去 啪一下 你晓得多近吗 两架飞机 多近 两公尺 两公尺 对 这已经不是空中接近 可以形容的 两公尺这么近 好 有照片 因为对方有照 两公尺 然后呢 他决定要教训人家 又不能开火 你知道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大家注意看 他这个尾翼是 尾翼是左右两边 对不对 是 很高耸 对不对 这里是两把刀 对不对 马老师 这就像两把刀一样 他用这把刀 这一把刀 这个是挪威的侦察机 P8A 他从下面这样飞过去 用他右边的这一把刀 精准的从人家下面 这样割过去 这个是空中飞飞机 这个不是在陆地上 你可能不知道 巴伦之海那个气流 是全世界最不稳定的 风非常大 气流非常厉害 北方气流也经过那边的 你两个飞机在那边摇摆不定 又快速行进 他可以用这个地方 像手术刀一样 精准的在P8A的翅膀下面 划出一道口子来 所以你这个苏凯27的 巴伦之海手术刀 在当时是恶名昭彰啊 现在巴伦之海他宴席 苏凯27又来了 而且还飞过这个瑞典的领空 对 让我们又想起 谁手术刀事件的可怕 好 除了他在北欧 在巴伦之海做这事情之后 他居然又做了一件 让人不敢思议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居然一架直升机飞越更斯半岛 我跟你讲 更斯半岛在哪里 在北海道的东方 日本的领土 日本的领土 我今天要简单跟大家讲 俄罗斯的飞机 飞越日本的防空识别区 是常常有的事情 大概一个月 飞越20次 对 F-15跟F-2 一个月要起飞拦截20次 但他只是在防空识别区 绕一绕就走了 绕一绕就走了 从来没 今年还没进过领海 今年还没进过领空 好 他现在打乌克兰打这么用力 他突然之间 你为什么会直升机 飞进日本的领空 你要在这里引战端 你嫌打不够吗 对 这怎么回事 而且日本防卫厅 吓死了 你要问他说 飞来什么飞机 哪一国的 不知道 说不知道 都已经迁数领空 你不知道 说军用的还是米用的 不知道 通通不知道 防卫厅很低调 但是日本内阁防长官 开记者会说 我们已经向俄罗斯 提出最严正的抗议 我们告诉俄罗斯 以后你的飞机 不要靠近我理工 防卫厅要低调 结果对方直接揭露 你俄罗斯居然这是来打 好 你声音这么大声 普林说你声音这么大声 昨天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我们在西伯利亚部署R24 核三位一体 我刚讲 大家看R24在什么地方 R24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蒙古 蒙古的上方 是 它这个地方主要是资源 太平洋的 这个动作冲着日本来吗 我跟你讲 R24 第一个 它可以携带四个核弹头 一个可以携带四个核弹头 是 第二个 它射程可以打 一万一千公里 对 而且最重要一点 你知道它速度多少 多少 多快 28 难无可难 你根本拦不住它 天下不破 为快而已 它太快了 你根本拦不住它 好 它在那边部署了R24之后 还没完 普林部宣布三位一体 核打击 进入这个预备 这个准备状态 意思是谁可以发射 对不对 居然俄国国防部宣布 这个预备准备状态 包括太平洋舰队 可是你主战场不是在北约吗 在乌克兰这里 它居然太平洋舰队 也进入核作战备战状态 那所谓何来呢 就是给日本人看的 日本人因为是唯一受过两次核弹攻击的 现在普丁的这个动作 让日本人大吃一惊 我要跟大家讲 普丁这一次在巴伦之海演习 这种传故事在演习 第二个下命令 太平洋舰队也可以发射核弹 到底它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 太平洋舰队跟巴伦之海北方舰队 他们最厉害的不是表面上 是安德沃特的 水下 水下 全射武器 它是北风之神核潜天 它总共要建14艘北风之神核潜舰 现在服役的几艘 三艘 是 三艘北风之神核潜舰 那北风之神核潜舰 是俄罗之舰最厉害的 它的这个速度可以到29节 我跟你讲 美国的核潜舰俄海俄舰最快几节 几节 25节 就它比它还快 是 然后呢 它可以发射16枚核导弹 每一枚核导弹可以带5个弹头 16乘以5它有80个打击点 好 它带的是什么核导弹 各位看 是布拉瓦潜射弹道飞弹 是 布拉瓦潜射弹道飞弹 它是一起来之后 8000到1万公里 这什么态度 就是说 当它在巴伦之海的时候 一起来 对不起 全欧洲 包括南欧 都在我的射程范围之内 8000到1万公里 邀请您一起加入五期报新闻会员 跟俊相一起 花崩射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